现在所有的房地产老板都在观望 想摸着恒大过河 许家英打的如意算盘是以拖待变 大而不倒 而上面的最新举动是步步收网 敲伤正果 好戏越来越精彩 大结局越来越新 留给许老板的时间真不多了 关注阿华一个指出真话的神奇动物 交失一年的夏海军终于找到了 据财新爆料 他其实在去年就被控了 一起被带走的还有恒大前CFO潘大荣 下一个会使人一马 首先我们来看看夏海军是谁 他为什么很重要 他是恒大仅次于许家英的二号人物 号称地产界的打工房地 2017年拿了2.7亿年薪 恒大爆雷后的2020和2021 还拿了2亿多 离之前的2022年半年拿了2000多万 这次夏海军出事 当然不是因为高薪套现这种事情 跟恒大物业134亿 质押担保时间一般 去年被告出来的相关高管受益下 恒大物业以承担质押担保方式 向恒大集团提供了134亿还债 设施的三名高管夏海军 潘大如将今年1月被带走的科棚 已经全出事了 也许有人会问 那许家英怎么没事 恒大在公告里这样解释 许老板并没有省阅这些文件 因为没有人特别提醒他注意这份文件 说白了是许老板不小心签的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留给许家英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除了恒大物业这件事 恒大财富恒大人寿这几个方向 也都在收网了 9月16日 深圳南山分局发布通报 对恒大财富杜某的人员采取形式强制措施 这个杜某应该就是恒大财富总经理杜亮 他在恒大爆雷不久后 就会爆出把自己和家人的1000多万投资 提前兑付引起骂声明片 截至2022年末 恒大财富未兑付本息约340个亿 很多投资者投进去几十万 每个月才能拿到2000元 后来降到400再回来100 现在APP的公共无量 现在出事的夏海军和潘大人 都曾负责过恒大金融业务 杜亮正是恒大财富的法人 但背后的实控人不是许家印 有点杀鸡锦猴内味 还有恒大人寿据财新获悉 恒大人寿原总市长朱家明 9月17日被带走 目前处于失联状态 巧合的是9月15日 金城里的金融监管总局官网 公开了一台消息 关于海港人寿筹费及开业的批复 深圳国资控股的海港人寿 全面接受资不抵贷的恒大人寿 此外还有一条消息耐人寻味 许家印的夫人丁玉梅 在之前的公告里表述一直是许太太 或者许家印教授的配偶 丁玉梅女士 但在恒大9月14日的公告里 称呼第一次变成了丁玉梅 许家印是不是离婚了 尤其是不是技术性离婚了 说实话一点都不让人以外 但有关部门反应迅速 被报离婚后的第三天 证监会对恒大避闪积犯立案 也就是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为规 总而言之 这个9月许家印过了一点都不太平 夏海军杜亮等高管纷纷出事 恒大财富恒大人设都在收网上面 在敲身震火 耐心已经有些耗尽了 恒大财富从2020年爆雷到现在 过了整整三年终于开始抓人了 参考海航的结局 从爆雷到破产重组花了四年 但从重组官宣到抓创始人 是花了12天 最后我们来猜想一下许老板的命运 许家印为什么不学贾跃亭 一方面他不跑不是因为不想跑 而是不能跑 正如我不上清华 不是因为我不想上 另一方面他可能也不需要跑 很多企业在出现战务危机后 老板很少会牵涉其中 就是因为企业在融资借款时 设置了多层的黄火墙 说白了恒大欠的钱 跟我许家印也有什么关系 许老板的策略是隐托待变 高喊宝礁楼不过是权盈之计 绝不借卖资产才是真正用意 赌的是大幅度导 但现在看来房地产市场的趋势变化 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快 而我当然猜测将来最合适的非锅位 可能非许老板莫出